而看不起人家修小秤 你在念佛 而排斥人家修其他法门 乃至禅宗密宗 那你就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所源 所有众生 所有友情 乃至邪见众生 其他宗教 都是我们爱护的对象 所以各位要不舍菩提心 像佛的心 要普护一切众生 愿他们离谱 愿他们成佛 这才叫皈依佛 第一个要不舍菩提心 这也是菩萨界的重点 第二 除了不舍 不费劝法菩提之心 对世间的人 各位要想尽办法 也不要说 不要 不要跟他讲菩提心大乘的教法 就像我们去泰国 我很喜欢讲吃树 有时候跟他们出家 聊到吃树来了 故意的 然后吃树以后再来谈 这个不能谈什么大乘小乘 为什么吃树 因为动物 再来他们的过程被杀苦 就是故意要提这个 慢慢就引导了 学佛 每个人都应该要为了成佛吧 成佛应该怎么去修 所以这次有一位法师说 对啊 我们也有修十波罗蜜 因为南传的十波罗蜜 跟我们的波罗蜜 内容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动机最重要 而不是说 因为你真实要追求成佛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不要放弃 要劝所有修行者 部分在家出家 要发菩提心 所以 虽然我们归佛了 佛不舍弃众生 我们也不能舍弃众生 而且要经常的去帮助众生 要不舍大悲心 第四 于余秤中 忠不胜心 虽然成佛太遥远 但是各位不能退转 不能由成佛之秤 退落小秤 退落二秤的意思了 退落仁天秤 但是仁天秤也是为了 以仁天秤的做法 也是为了成佛 而不是说在享受仁天福报 或个人解脱 甚至跟你说 念佛不好啦 还是修禅宗就好了 无论如何 都是为了成佛就可以了 佛法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究竟来讲 就是像妙化经 妙化灵魂经讲了 众生都可成佛 所以不要退转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叫归佛啦 所以这四个再列词 不舍菩提心 不废劝发菩提之心 不舍大悲 于一秤中 终不生心 这个叫名为归佛 再来 七 长者再将菩萨成就四法 归一余法 何等四 那我们要亲近他 那我们要亲近他 依附他 供养他 这叫一子善之士吧 因为他能说法 所以我想对于政治正见的法师 而且能够发菩提心的法师 那如佛一样 佛还你听不到他说法 这位法师直接在跟你讲佛的教法 那对这个法师要如此的恭敬 亲近 依止 不离开 那再来 那你我们亲近法师 难道是追这个人吗 执着这个人 那当然不行了 第二个 那我们对善之士 听闻了这个法 亲近他 是为了听闻佛法 然后 得到这个法 那我们叫善师念之 所以佛陀每一次叫善师念之 你要好好的记下来 思维保持正念 就是闻师修了 念就是把佛的法 变成你的念头嘛 当下的念头 那就是师修 那念头当然会表现出行为 所以听闻佛法 以善师念之 所以各位 能善师念之佛 讲好 所以各位要如此 老实说 像我这个人是 很痛苦的 我喉咙不好 早上来我讲 今天不讲 结果还是谁谁念 后来不行了 我们战将法师 帮我念一下 下午就想说 不要出来了 所以 但是你还不行 我看到这么多本书 而且看到这个内容这么好 不讲可怜 所以 那各位 你还是要尽力 还是要尽力 所以但是 我们能够听闻 佛陀的教法 特别各位 已经有白字黑字 你就按照这样去修就好了 我讲的是废话 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而已 这重点 但是你能够去用 最好 再来更慈悲 如所文法 为人眼说 所以你看佛经 不讲给人家听 你真的会消化不良 所以各位要有那个悲心 有些人看佛经 看了老半天也不讲 白看 只有吃东西 不会排大便 这个人一定会找死 所以意思是 你所吸收的东西 要释放出来 那你这个释放出来的慈悲 才是你吸收的重点 你才可以找到精华 所以各位一定要马上看 马上跟人家讲 影响别人 所以看佛经的人不喜欢聊天 因为光讲佛法都讲不完了 如果说这个人在行为上有一点偏差 我们也是利用佛法来导正他的行为 而不是在讲他对错 这样而已 但是你一定要喊这个 如所闻法 为人眼说 所以各位一定要像考试一样 老师在上面讲 我们在底下听得很清楚 回去还写笔记 考试叫我们写一遍 我们都会写 不得不这样逼 但是你现在要做的时候 那你马上讲给你儿子听 讲给你爸爸听 有人打电话给你 邀你去逛街走吧 我讲佛法给你听 因为随顺因缘 但是目的就要把这个法告诉他 如所闻法 为人眼说 第四 以此说法功德 回向无上正正之道 那我们这样子的听闻佛法 说法 就像各位读经诵经超经 回向法界众神 同享功德 同臣佛道 那这个叫归于法 输不输胜 原来归于法是如此 所以各位要会讲地藏经 我在家就讲地藏经了 以前做旅行社 后来我也开始带团 我都带一本地藏经 天天看 导游讲到没话 讲就由我来讲 所以我很喜欢讲地藏经 那怎么头痛肚子痛 地藏经给他头拍一拍 比圣经还有用 就好了 那这时候再送他几本 送他白话地藏经 我认为这个人 如果懂了地藏经 他这辈子至少没问题了吧 对不对 他就懂了轮回 断恶修散 搞不好还发起 地藏王菩萨的愿力了 所以各位 能够带着父母 去九华山朝圣一次 父母永不堕落伤额头 九华山就是地藏经的加持力 所以带着父母 来自自己到五台山去朝圣 就正的空性的加持力 去普陀山朝圣 正的什么力量 慈悲的力量 对不对 去普贤菩萨 真的永不退转的力量 所以这些还是要去做的 下回带各位去四大名山 好不好 要三十天 两个三十五天 四个三十天 我糟糕 所以后来就不敢四个一起跑了 一次跑两个 后来回来 师父你什么再去五台山 很久 但是因为现在各位还是要去 如果你方便自己去都没关系 现在的配备交通 配备一切都很好 然后在那边朝圣礼拜 那些佛像的加持力都还在 不可思议 去到现场你就会知道 力量就是力量 那诸佛菩萨为什么要我们去朝圣 去朝四大名山 才知道那个 他是授记好自己力量怎么留在那边 让我们去感受到他的存在 放过来 八者 长者 在家菩萨成就四法 归一余生 一 若有未定入身闻圣 劝令发于一切至心 二 若以财色 若以法色 三 依于不退菩萨之身 不依身闻身 四 求身闻得 心不注重 那如何才叫归身呢 特别对在家菩萨 那佛告诉一切长者说 若有未定入身闻圣 这个人虽然知道生命苦 要追求解脱 但是他还没有正入阿罗汉 或是还没有正入身闻圣 那你赶快让他回小向大 所以来确定发于一切至心 不要追求个人的空性 而要追求帮助所有众生离苦的一切至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要尊敬他 赞叹他 然后你要视线给他看 视线给他看 去引导他 所以就叫我们在家菩萨 我想很多出家人是为了解脱而出家 那你是在家菩萨供养他 你要做到让出家人都赞叹你 哇 在家菩萨这么发心 这么用心 这么慈悲 对不对 就像我们经常去缅甸也是 供养灾食 他知道我们去供养灾食 他们就很高兴 为什么 加菜 对不对 等于两桌的钱 又有汽水又有饼干 小沙咪在干几干嘛 大乘的心态 吃的饭就不一样 供养也不一样 微笑也不一样 他就觉得很羡慕你 羡慕 在家人也可以影响出家人 所以若有未定入神文称的 劝你发愈切自信 我们个人解脱算什么 舍弃的爸爸妈妈不行了 所以我有爸爸妈妈 那谁没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算慢慢引导 37送 所以要转这个心转小为大 反而你修大乘还最容易振达阿罗汉 最容易进入空性 所以有两个方法 若以财色若以法色 那你要度众生 钱你要有 最好的吃的 最多钱的买最好的供养它 上回我去缅甸 请了一只木头的释迦摩尼佛 哇很庄严 然后拿回到台中 给他贴日本金 金色小 大宝法王看到那一尊 给我 我本来就供养你了 他就收起来 哇就收起来了 结果隔天大宝会生日 他把那一尊供在中间 很光荣 因为他不是说要这尊 他只是说 他还正在想说 明天大宝会 我中间要摆什么 就看到那尊那么亮 而且贴金贴那么细 脸像这么庄严 我就供在上面 这很好看 这个叫什么 那叫柴色啊 对不对 如果供养木头了 就不供在那边了 贴金比那个木头还贵呢 所以就像我们后面这几尊佛像 贴金有没有庄严啊 就不一样 所以有钱就给他贴一贴 对不对 大家集合起来 我最近在泰国买了一尊 2.5公尺的玉佛像 玉佛肚子大大的婴儿 他现在是古童了 回来准备贴金 好不好 让你不好意思洒水啊 哎呦 贴金的 因为我又看到有一尊人 叫贴金 供在那边 底下给他做莲花池 然后大浴佛像 这样我想每个人 都想要去浴佛 去赞叹 所以这要用金钱 去摄取众生 所以就像我们外面那个塔 外面有简单的贴金 看起来就庄严一点点 看起来就好看一点点 再来 这个叫世间法 试售他 下回来说八万再借 吃便当订三百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好自己出钱 这还不简单 还是要五百的 OK 自己出钱 你说没了我常常五十的 五十的坐百口 那当然如果说 面面面我是功德主 你如果来参加八万再 我跟您说好 那天吃五百的 多一半来 我跟您说 你母亲也带来 那这样有钱可以度多少人来啊 所以下回八万再呢 八点传到十点 十点吃到十二点的自助餐 这样好不好 不要再说那么多 小小小的 吃得久的要紧 大家就欢迎 吃完以后来散步 困长岛 最好再回忧 哦 这样赞 好不好 所以吃完以后来说 很小小的 放心 大家不要再疼 坐那小小小的 黏得久 你疼我也疼 那当然很多人就来了 那时候要坐鬼干